拜登總統宣佈說 我現在鄭重宣佈 我們北約不加入 不接受烏克蘭 永遠不接受烏克蘭 加入我們北約 這場戰爭就沒有打的必要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是釜底抽薪 這是一張王牌 可是問題是 拜登會這樣做嗎 同樣的問題委員您覺得呢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看今天這個國事演說你就知道了 他說我們一定會讓俄羅斯付出代價 這是今天的主Key 是 然後 之後CNN立刻做民調 結果美國人關心烏克蘭只有35 他們64%關心經濟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有點荒唐 就美國立場很強硬 可是他又不出兵 那民眾也不關心 可是美國他那麼強硬 就讓 烏克蘭只能夠跟俄羅斯死磕下去 就變這樣